嘿 你发现了新的宝石 今天这期宝石呢 跟大家分享了两个行进间运球的训练动作 非常的干货 它可以帮助你提高你运球的节奏 以及你行进间运球的能力 让你从后场轻松运球过全场 OK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第一动作开始之前呢 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一动作具体是怎么样 我从原地跟大家做一个示范 其实第一个动作很简单 是一个三次运球的体前变向加胯下加背后 球从我们的右手到我们的左手 然后瞬间呢连接起来变向胯下背后 变向胯下背后 OK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行进间是怎么完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刚才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的身体是保持着一种节奏 我的腿相当的宽 重心比较低 幅度比较大 这是一种运球节奏 同时呢我们需要换一种节奏 我们的腿呢相对来讲窄一点 我们的运球呢幅度稍微小一点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要去进行我们的运球学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训练掌握了在宽站姿包括窄站姿的情况下完成了不同的训练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两个训练融合起来 然后真正的去完成我们运球节奏的变化 从高到低 从快到慢 从宽到窄 我们来看一下 OK我们第二个动作呢 是更加注重我们运球产生的位移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现在有六个追桶的立场 前三个追桶呢 之间的距离呢非常的近 大概也就是 比肩稍微宽一桶 然后后面呢 我们这些追桶的距离比较远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动作怎么去完成 当我们用我们的胯下运球完成这个训练之后呢 我们同样可以把背后运球融入这个训练 当我们熟练掌握了以上两种训练方式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日常常用的一些进攻元素融入进去 属于你自己个人的freestyle可以融入进去 可能每个人用每个人不同的节奏 运球节奏 不同运球方式 找出适合你自己的 在比赛中常用的 它能够帮助你更多一些 那以上就是这些宝石的全部内容啊 希望大家从中有所收获 希望大家长按点赞三连来支持我们影像宝石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